今天我们很多观众啊 给我发邮件说关心一件大事 就辉瑞出了事是吧 我们来看一下发生了什么 美国的一个组织又找到了 通过钓鱼的方式啊 找到了一个在辉瑞的中层人员啊 虽然他这个头衔好像很大 什么什么科学家主管啊 什么其实在辉瑞中间就是个 因为他的履历一开始是 密尿科医师啊 然后在波士顿咨询公司 你看有波士顿咨询 然后再去了辉瑞啊 这是一个比较正常的进生路线 这个人呢是医生出身啊 所以说呢实际上算不上是辉瑞的高层啊 充其量就是一个研究科学家小组组长啊 这样的身份 而且呢他的履历既然是医生出身 那他跟实验室出身呢 走的是不同道路 他是在药物研发的哪一个阶段进行工作呢 目前我们也不知道啊 所以第一件事就是他钓鱼钓上来这个人 在辉瑞里面他是个什么级别啊 不是辉瑞的高层 那么钓鱼钓上来的内容 还是非常劲爆 在私下的场合 该团体派了一个以交友的名义啊 试图俘获这位辉瑞中层人员的芳新 在第三次见面的时候 终于呢大家是聊了一些 这个组织认为是有价值的话题 我们看到也是现在呢 在媒体引爆的 这位人的很多言论 比方说这个世界上没有人希望 有这么大的一个制药公司 在暗地里偷偷的变异 乱七八糟的病毒 那么这个的确是的啊 特别是我们考虑到近几十年来 欧美等国家相当多这些跨国企业的发展 很明显已经是凌驾于世界大多数国家的管控和限制能力之上了 这句话不仅仅是制药 还有很多像金融啊之类 大家可以想一想 就像我们上次看到那个全世界所谓最长的国排名 日本人评价的 说除了中国美国俄罗斯三个国家 别的国家都难称得上是有外交自主 那么同样呢 大家可以想想 面对实力雄厚的跨国集团 全世界有能力说 我来选择与你合作不合作的国家 是不是也是非常稀少的那几个 绝大多数的地上的国家 都是没有能力说不的 所以这个人说出来引爆媒体声浪讨论 第一个话 就是大家发现 哇跨国公司真的没人管得了 第二句话 就是他表示 现在无论如何 反正制药公司呢 都在把新冠疫情当做CashCal 英语的语境里 相当于我们诸文说的摇钱树 反正就指着这棵树使劲摇吧 预防新冠刚得 得了以后啊 避免出现症症 在到后面呢 这Longkow 反正没得的病要吃 得了也要吃 得完了还得吃 什么时候都得吃 传染性又非常的强 那相当于消费者群体非常庞大 并且呢 时间都来暗长 他会自己变异 对吧 但不成了这些跨国大制药公司的摇钱树啊 这个人表示啊 自己是这么认为的 第三句话呢 也非常重要 就是说 美国政府这些监管啊 他们聊到了关于什么CDC啊 包括欧盟的一些监管的这些机构 照理来说呢 应该是中立 但是大家可能没有意识啊 就这些组织或者机构 中立政府部门 他们的薪资啊 是首先肯定要是比私企低的 第二件事就是 很多呢 退休之后啊 他们的去向 就像很多美国政界的人士 退休之后都会去私企 当所谓的咨询委员会的主席啊 之类或者是企业法律顾问啊 这些薪资非常丰厚的职位 那就是政商选择 对军工是怎样 医疗是怎样 甚至我们之前谈过一些极端的问题 是吧 军火和人口贩卖 还包括毒品贩卖 都有类似的一些问题 所以政府监管机构呢 根据这个人的表示说 反正就是个选择门 你们监管机构的亲人 到头来混饭 还得到私企去 所以两方面 第一个 你又能把事情 做绝到什么样子 这不是你这机构 一两个人能撼动的问题 而是大批你这些 中立政府的监管机构的人 的的确劝你 出路就是要去私企的 所以假如真的有这么几个刺头 想要去找私企的事的话 那么很可能 在这些机构的别的人 为了自己之后的利益 可能会阻止他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方法 就抛开权转门不说 另外一个方面 就是对于别的国家来说 他们看到大的跨国集团 是没有能力抗衡的 对于美国来说 他对本土的 非常庞大的跨国集团 美国虽然很强大 但是他本土有这么多跨国集团 他就管得过来吗 什么事情 一丢全都你政府就管 政府管得过来吗 所以一定程度 还是得监管下方 你们自己去搞 你们自己去查 不是你这么多药体没事 全是我政府去 花着纳税人的钱给你看着 对吧 所以说这两个问题 这三句话加在一起 总结一下第一句话 全人家绝大多数国家 没有办法跟跨国公司抗衡 而且他们的确具备 让病毒变严的能力 第二句话 就敌敌敌新冠疫情 是这些公司 起码制药公司的摇钱术 第三句话 就是有政商旋转门 政府监管机构出来的人 反正也得去要赚钱的 而且跨国公司都已经这么大了 全都聚集在美国 就是美国你监管力量 政府也没有这么强大 特别是近几十年来 如果大家关心 这个全世界不平等话题的话 就算是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 政府实在越来越穷 相较于之前 他自己跟自己比的话 跨国公司是越来越有钱 这些国家的公共财富 指数上升的朝着金子茶尖 最顶上的1%的人聚集 更多的民众 甚至政府都是越变越穷的 所以不是说美国政府 想干嘛就干嘛 像乔姆斯基说的一句话 就非常我经常引用 说在美国 美国政府只能算中层 上层是谁 他这可以想想 这三句话明确说出来之后 那么该组织也继续使用一些手段 找到了他们认为 能够证明这位中层管理人员 是辉瑞员工身份的证据 我们看一下 一般情况下 这些大的企业 他们员工都会有员工的 带公司后缀的邮箱 所以说找到了 的确是有这个邮箱 并且公司邮箱这个人的员工标签上面 还写了跟他社交网站上 比方说叫领英这些 职业网站上面 一样的身份信息 还底下有台组长 什么什么 写的都像真的一样 而且要加上该组织的事情 败露之后 这个中层管理人员 是当场直接跟该组织的人 在餐厅打起来了 说你怎么能这样对人 是吧 他认为自己是一片真心 而且他认为 辉瑞是一个在拯救大众的公司 就跟组织人员扭打在一起了 实现一些非法拘禁的问题 目前这个人有一段时间 大概几天 杳无音许 不知道人去哪了 辉瑞也就是这个问题 官方就发了一个公告 在公告中 辉瑞也没有否认这个人 大家猜测的员工身份 照理来说 如果该组织录制这段视频 由于他的镜头非常晃动 角度也非常的刁钻 毕竟你是借交友名义 去偷拍的 你也不可能大摇大摆 是吧 如果他不是员工的话 辉瑞第一件事 就是否认这个人的员工身份 马上接着要起诉 巨额赔偿 但是惠瑞没有这么做 比较顺滑的 我们来分析缘由 个人认为比较可能的两个方向 第一个方向就是 他的确是员工身份 那也没什么可告的 第二个就是 他即便不是员工身份 但这里面的一些问题呢 不希望把他闹大 法院呢 派一些什么 调查人员啊 来调查啊 是吧 这个调查出一些不该调查的 大家都不礼貌 还是那句话 所以说呢 就不说他到底是还是不是了 反正留一个白 名义上呢 向全社会啊 保持公开透明 但是呢 保持公开透明的限度是 不会回答任何公众 没有刻意询问的问题 就精准到 大众问什么 就回答什么 大众没有问到 坚决不回答 这个为什么重要 因为提问的前提条件是 你得知道你想问什么 如果你连这里面 涉及什么都不知道 你怎么提问 他可以说 虽然我公开透明是吧 但是呢 你没提问 我也不知道答什么 所以大家进行这样的拉扯 在公告里面呢 还涉及了几个重要的点 我们来看一下啊 这份公告呢 可以说内容满满 第一个 没有否认这个员工身份 第二个呢 就谈到了现在大家广为探讨的 辉瑞是否具有这个能力 去gain of function 增强功能 什么叫增强功能 福奇博士 之前也面临过了炮轰 说呢 他在美国国家卫生院研究啊 这小组也在搞什么 扩德性功能研究啊 这个中文翻译应该叫这个 人话说就是病毒 如果说我们现在发现啊 自然传播给人类 那么这个毒株 我拿去研究 没问题 已经有的 已经开始传播的毒株 我们研究没问题 但如果有人拿了这个 分离出来 发现这个毒株 好像在某一些地方呢 可以进行一些修饰改造 让它变得更厉害 比方说传播性免疫逃逸 还有在比方说 室外环境下的生存时间 等等等等 反正就是让它变得更强 那这个就叫 让它变得更强 这个是不允许的 全世界通勤的 都是不允许的 辉瑞具备不具备这种能力 当然是具备的 但第二自然一段说呢 在目前进行的研发工作 他修饰的是什么研发工作 在研究新冠疫苗的研发工作中 辉瑞没有干类似这样的研究 这里我们遇到了一个问题 在研究疫苗的过程中 你没做这样的研究 你的研究又不止这一个方向 这么大的公司 这么多研究项目呢 那所以说这个 我们还希望 辉瑞进行进一步的成绩 你在别的研究方向 有没有干类似的 获得功能系列研究 那么我们宽容一点 就不咬完脚子 当他说公关不懂乱写的 在第三自然一段 皇宫中处有一条段话 说在一些情况下 一定数目的完整病毒 的的确确被engineered engineered就是被造出来了 这些病毒是没有获得功能的 做这些病毒干什么 来做抗病毒的实验 也就是说 做病毒这些事情 有没有是有的 但是第一个数量上 他说比较少 第二个没有做获得功能研究 也就是增强功能研究 这个是会是目前官方公告 起码就研究疫苗方面 明确已经否认的 那么他造没有获得功能的病毒 去做细胞实验 他加了一句说 全世界都是这么干的 他公司自己有BSL3的实验室 这个世界最高是BSL4 但是他公司有BSL3 可不可以做新官 可以的 这服务规定 并且强调全世界政府的机构也好 反正全世界大学研究病毒的 都会做这样的实验 所以人话总结一下 最重要的第三自然反说 他整个公司有没有做完整的病毒 去做细胞实验 有的 但是第一个数量较少 第二个没有增强功能 第三个大家都这么干的 所以这是辉瑞的表态 这里很多朋友马上会联想 我们之前说波士顿大学 有一段时间出了一个新闻 称波士顿大学去做了一个什么病毒 是吧 什么80%的致死率如此种种 那个视频里面我们着重探讨了 说去研究病毒 你怎么能让科学家手里 没有病毒的样本呢 那么读重大的手里 我们知道新冠它变异起来比较快 传播有非常迅速 那么科学家 你一直跟在病毒的变异后面跑 那你跟不上这个传染的 而且你这个药啊 什么疫苗肯定是跟不上 所以说你最好就是能预见性的 进行一些研究 就像世卫在整个新冠疫情中 经常有分类的分段的 告知全世界说 我们认为某一种毒毒 可能要全世界大范围传播了 那么所有的研发机构 大学 药企就知道 那我要研究研究这个毒毒 我是不是要改一下我的 比方说吃的药啊 打了疫苗啊 它这个根据症状 是否我们的诊疗方案 都要更改 就这件事情呢 比方说啊 最近的我国的科学家 在武大呢 我们这边病毒的实验室呢 专家出了一个非常好的文章 发在Science的子探 文化医学专门研究了 现在新冠不同变异位点 这些不同位点的突变 就像一个人身上的 每个地方 他有一些功能啊 手可以弯曲啊 可以去拳击打人啊 脑子可以思考 脚可以帮助移动啊 那么你更改了 某一些突变的位点 对整个新冠毒株的影响 在传播性和逃逸上面的影响 是怎么样的啊 比方说有一个人呢 他去锻炼 但他只锻炼手 所以他手特别强壮 别的地方没有变 对吧 那就可以说他手这个地方 相当于啊 病毒这个地方 得到了进化和增强 我们看到呢 很多变异位点啊 已知的毒株 什么Delta Lambda 这些消亡的毒株都有 所以说这样的研究呢 有价值 有必要的啊 最终呢 科学家希望 就能够研究出 新冠它在自然传播中 可能突变的所有可能性 然后我们根据分析出 所有可能性的这些突变 把它全部都毒死 做出来一个万能的 针对新冠 别管你感染谁 感染只要是生物 什么老鼠 雕 鹿 再传染回来 反正我们都跟你预测到了 这一种万能的 针对新冠的疫苗 诊疗方案 药物 那么对全人来说 不是一个好事吗 如此种种 这里我们要提一嘴 做这些病毒研究 对于人类 对抗新冠来说 是必要的 但是如果不是用作新冠的高端的研究 仅仅是为了大家很害怕的那些涉及生物恐怖方面的增强功能 并且让它传播 就是生物恐怖的话 其实第一根本不需要辉瑞的科研能力 变异的未典拿几个 但是招台的时候我们分析过哪一个变异未典哪个比较厉害 是吧 你这个只要本科毕业 有一些研究经历 并且主要是有人带 是吧 并且你还有这个实验室环境 你还搞得到读诸 本科稍微多一点的科研能力 你就可以做 美国有的 就搞得生物恐怖的 还有自己看了学术文献 哪一些什么基因编辑修改 是吧 他们能够认为自己能够增强的 把这个东西真的就做出来 就搞一个机会 自己给自己打的 美国法律是允许的 所以大家要是往生物恐怖方面想的 根本要不了辉瑞的科研实力 这普通的哪个大学 你们想搞 像瑞士不是有个大学 就搞了一个病毒 增强病毒 是吧 那个我们也讲过 第二个问题就是 本次去发钓鱼视频的组织 他们发的视频 现在已经被YouTube下架 因为涉及违反了 YouTube的一些规定等等 账号被停权三振 该组织的风评 确实是很差 虽然说该组织 事后在社交媒体 表现出一副 好像是真理的味道式 它这个组织名字 这叫真理计划 该组织的风评 在世界主流媒体 都是不好的 稍微正常一点 像卫报 在2017年的时候 专门出了一篇专栏 批判该组织 说该组织是 懂王心爱的假新闻组织 Fake News 那个时候就说 它是假新闻了 该组织是以反LGBTQ LGBTXU群体 反堕胎 反疫苗 就是所谓的什么 我们都是神的宝贝 不要打疫苗 这些人造的到身体里 作为反这些的 极右翼领袖组织 而在社交媒体 闻名了 这件事情出来之后 报道的美国媒体 也基本上 连福克斯都不太说这个话 就是福布斯 骂福克斯 说了一嘴 别的探讨的都是一些 极右翼 没什么人看的小报 所以说该组织 也有问题 第三个就是 我既然说这些 是不是意味着 霍瑞这个事 就拉倒了 大家就不应该 去对霍瑞存疑了呢 完全不是 这是两件事 第一个是做到让大家害怕的 那个生物恐怖 根本不需要 霍瑞这个研发实力 也不需要他这个人员 你在美国境内 搞基金边境的小多方 就可以做出来这些 奇奇怪怪的东西 第二件事呢 就霍瑞在历史上 有非常多侵犯人权 拿人命不当命 并且呢 还在底下搞一些阴阳合同啊 搞一些很见不得人的勾当 我们有公开的证据 在2011年 霍瑞就以非常著名的尼瑞利亚 做药物实验 结果死了很多的儿童 大赔特赔 那这个巨大丑闻 最近设计新冠人所共治的 比方说2021年 我们看WAPO报道啊 这个霍瑞的阴阳合同 明面上说啊 这个友善 帮助你们拯救大众 实际上呢 跟哥伦比亚 哥伦比亚不算个小国了 这些国家 在明面上签合同之后呢 还有阴阳合同 阴合同就是说 政府不得在任何场合 以任何方式 说霍瑞的坏话啊 并且呢 还要求政府抵押一些 我们认为是 政府完全不能 拿出来抵押的一些资产 比方说是类似 军事外交 还有重要战略资源 相当于把他们那儿的 国家象征啊 哪个山什么什么 给抵押给辉瑞 给辉瑞才给人家 并且呢 假如使用了辉瑞 当时的疫苗或者药物 出现任何副作用 引起社会舆情的 都要进行压制 不许公布 这个都是我阿博市的 纽约时报 有明确报道的 所以这整一件事呢 我看到也很多观众呢 占了不同的队 其实没必要 这是两件事 我们认为 你别说惠瑞了 美国政府也不可信啊 跟美国民众说啊 我来给你体检 其实是往他身体里 打霉毒的啊 瞒着美国的爱国的军人 也说给他们体检 给他们身体里 打这个癌细胞的 看看正常人 他假如是没得癌 是吧 进了这个癌细胞 他会不会产生一些 什么反应 都是美国干的 还有更不要说 我们说的一个 海洋飞沫实验啊 往地铁里放毒气啊 都是美国政府干的 惠瑞呢 我们也说了 你连孩子做实验啊 在跟咨询公司搞的 别的那些公司 也一样的 奥斯康定之类 我们就不聊了 所以整个历史劣迹般吧 你要我相信 对不起做不到 但是我不相信 不意味着 我就能在 没有证据的情况下 我就说你干了这个事情吧 这是两回事 目前就该组织 提供这个视频 结合视频中 这个人在惠瑞公司里的职务 职务的高低啊 还有他个人的履历 跟该钓鱼组织 卧底记者谈话时的关系 场合 很难说 他就能是完全代表惠瑞 说惠瑞啊 就是干了一个事 最后呢 我还要加一句 说类似的这样 美国民众有因谋论 并且最后证实的事情 有还是没有 是有的 最近一个比方说推特 是吧 推特到底有没有 因子封禁啊 shadowban 类似的事情 之前呢 都是大家猜 马斯克把推特买下来之后 一解密 果然是有 类似如果真的有 大公司里面 也要搞一些 见不得人的事情的话 他不会是像 该钓鱼组织一样 大家随便找一个啊 中层管理人员 然后就跟你说 什么亲密关系 人家说 你正好就碰到了 几率太小 因为如果是像推特 这样的管理架构的话 他直接是在那位 所谓的什么 法律和规性组管 知道他们有这个 隐秘的小组成员呢 最多不超过100个人 整个推特公司 包括他们这个 小组的成员 知道他们存在的 不到100个 那你想想更多 无辜的推特员工 难道不是 我们不知道他们存在 那不就是没有吗 实际上有啊 直到爆出来 马斯克把内部文件 爆出来 我们才知道 有这个小组 所以这句话 什么意思 假如辉瑞 真的要干这个事情的话 也不是你这个组织 在大街上 随便拉一个人 正好就碰到 数学问题嘛 几率太低了 这个问题的发酵 反映一些问题 反映出来 全世界人民 对于辉瑞 和辉瑞一众的 这些跨国大公司的 不透明的不信任 同时呢 也反映出 辉瑞这些员工 对于美国政府 中立监管机构的 不信任 对于现实的无奈 还有第三个问题呢 自然就是 生物伦理问题了 我们已知的是 这个东西的技术 要求难度 是很低的 那很多的 从事这些研究 就是说 它的技术资源水平 都远超过 生物恐怖级别了 但是呢 它拿的薪资 都非常微薄 在美国目前 贫富差距拉大 而且非常动荡 一些种族极端情绪 非常严重 并且历史上 的确有 一个根据族裔 来向这些社区 定向输入毒品 这种行为 甚至致病细菌 和病毒的行为呢 我们的确是不能排除 生物恐怖 存在的可能性 但是最后一句话 就是 你不排除 有这种可能性 也不意味着 你就已经证实了 它存在 对吧 所以说以上呢 就是目前的信息 互联网真真假假 大家还是要根据证据 根据事实 再做出评价和论断